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代理市長楊明舟不出預料 第一個被陳其邁想到 跟這個楊明舟代理市長 昨天也有做一些聯繫 我也會盡速的把這個市府 會做事的團隊組成 根據我們了解楊明舟最可能接任 副市長顯示陳其邁看重文官 陳其邁十五年前擔任代理市長 當時重用國民黨籍好健身當市府秘書長 這次陳其邁同樣不看顏色看能力 可能要佈局的橋頭科學園區 這種5G產業它必須是 可能是科技控 政策控要找科技控 為了證明兩年拼四年決心 陳其邁當選隔天直接表態 2024年總統大位接班 他絕不起心動念 假如市政我做得好 我也會繼續尋求連任 我不會中途落跑 也不會講我來看我 陳其邁他不但 非常有經驗 而且對中央也很熟悉 中央也會全力協助 老闆官 蘇恩常在中央幫忙 陳其邁四大優先政策已經成行 產業轉型增加就業 增加重大交通建設 解決空氣污染 兩年拼四年 力求三十天內 新團隊就要上軌道 三天新聞方伯峰 陳家文綜合報導 都還在寫著 該燈好 他又得到 想要衝 真是 谢谢大家